这边 我是放在,不是云端白板,是放在Python3的证照考试 我是建议你们将来慢慢还是要习惯Google的云端 因为它免费就给你15GB 我是觉得15GB已经蛮够用了 预设的话是 你右上角会有一个表格的按钮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预设的话会变,预设好像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小说图嘛 那我的习惯是按一下这个,把它变成什么 清单检视 这样好处是比较一目了然啦 OK,所以有的时候预设它好像就是用一个个小说图不好找 那我是建议你干脆把它切到那个清单检视 这样的话呢,答案基本上就在这里 解答案没有,1到5类 然后呢,我们的题目就在这里 你只要把这个题目先了解 再参考一下答案 也许这就OK了 另外当然,书里面也有解答 也许你可以看一下解答,书里面解答 如果我有时候是不太习惯看那个解答 因为他真的逻辑想的跟我完全不一样 所以后来发现,干脆自己写好像还比较快 OK,除非说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做 有时候偶尔还是可以翻一下那一本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第一个 题目部分的话呢,就是它会提供给我们什么呢? 给我们这个ABC 等于是三个变数 那也就是说我将来要input 所以特别是input有三个 ABC 那input的带进来之后,它要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它上面已经跟我们讲,就是要带到 这个所谓一元二十方程式里面 那一元二十方程式里面,我们要先产生一个这个D D的词 那这个D的词,它里面好像没有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我那个解答 解答上面,我有一个这个截图 其实这个截图,我印象中是从维基百科里面把它截出来的 还是从哪个地方,有点忘记哦 它第一个,它这个 这个D有没有 D指的是我们计算出来的那个结果 那它这个地方的话,用来做一个 这个如果计算完的结果,我们可以当这个 什么,B平方减4AC 也就是把ABC带进来这个公式 B平方减4AC 然后得到一个D的词 用这个D的词来判断说 到底我们后面该做什么事情 OK,也就是如果当这个把三个变数带进来之后 得到D如果大于0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的话 D要大于0的时候呢 才会有两个相应的词根 那这两个相应的词根的话 D,两个哪两个 一个是加 一个是减 OK,所以其实这个公式其实是两个公式 一个是正,一个是负 OK,那再来的话 如果等于0的话 如果B平方减4AC的话 那我们就用什么呢 后面这个公式 就什么呢 负B除以2A 这个公式 那如果当D小于0的话 很抱歉 这个方程式就没有10根 也就是说啦 第一个我们要先做什么 很简单嘛 第一步我们先inputABC 再来的话呢 把那个这个B平方减4AC的结果先算出来 丢到D 然后再做逻辑办法 如果D的词呢 如果大于0 等于0 小于0 应该怎么做 其实哦 所以你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程式比较冗长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那个程式 那这个事情写好的 我先弄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假如demo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利用那个题目给我们的这个讯息 我把它先拉横向 假如说呢 我今天哦 按照题目要的 比如说它要什么 它要那个 我把这个先放在底下 这样上一下 这样看比较清楚 那它要我们输入几个 几个资料呢 第一个资料 你会发现这个资料 它要ABC 第一个是2-3-1 所以我把它执行这个程式 那假设我今天A给什么2 B给-3 C给1的话 那球动的应该是D 这个时候D的 D应该是大于0 所以呢 它会有两个十根 分别把这两个十根呢 把它print出来 分别得到什么呢 1.0跟0.5 中间一定要加一个空白 OK 这个是根据题目要的哦 那底下的话呢 这个第二个是A如果等于什么呢 再仔细一次 如果A等于9 B等于9 C等于8的话 那B平方减是刚好小于0 那小于0的话没有十根 所以然后它底下要我们输入什么 你这个结果没有十根 OK 那把它按Enter 这个运算的结果 have no rule 就没有十根的意思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写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 根据那个题目的叙述 所以你其实可以参考 只要我看 因为那个 试题讲的是不清楚 它B平方减4AC 它没有把它带到题目里面 它以为 每个人都还记得 国中时候那个数学 那B平方减4 这应该大家应该都还 有印象吗 没有 一元二字方减4 可是它没有写 所以它以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要把它背起来 所以我们怎么写 我们第一个要input 总共会有input三个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inputABC 所以第一步 我们就是input 然后一样转型 我用evo好了 这题应该 可能有小数点 所以用evo好了 ABC 分别输入 ABC 再来的话 我们要计算D的值 D的值的话 我刚刚讲过 D等于什么 B平方减4AC 所以我这边增加一个变数叫D D等于什么 B平方 B平方的话 B乘乘2 然后减掉4AC 4AC的话就4乘上A乘上C 所以我们就得到D的结果了 再来的话就判断 所以你会发现 底下这边不是有公司 当D的值大于0要做这个 等于0做这个 小于0做这个 所以其实我们底下就是做三件事 当我只是颠倒过来 当然你也可以按照顺序都没关系 第一个呢 当D如果小于0的话 OK 那小于0的话呢 我前面又增加一个变数 叫做你这个 这个结果 没有一个10根 OK 那就把什么 其实根据这个题目里面给的 题目里面它是跟我们讲说 如果结果 所以把这一串把它打到哪里呢 打到当D 小于0的时候 没有10根 把这一段的话 Key到这里来 记得这边有个据点 OK 把这一串打到这里来 OK 第一个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处理什么呢 再来第二个就是处理什么 来处理当那个D等于0好了 那D等于0里面的结果 刚刚这边有一个虚拟 当L一负 D如果等于0的话 那结果MS 假设MS里面的话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B 除以2A 有没有 所以要把这个公式 把它转换到哪里 把这个公式呢 转到这边来 其实 这个结果 -B 除以2A 写成这样子 OK 底下因为我们将来 需要把这个的 因为它回来的结果 应该会是一个数字 可能有小处点吧 那我们怎么样呢 把这个数字 再转换成自创 所以外面的话 再包STR 再丢到S里面去 那再来的话 剩下来 当然除了小于0 然后等于0之外 当然这个else else就是大于0 当然你也可以再写lif d大于0 不过好像写else 可能会稍微简短一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两个十根 那这个两个十根的话 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刚刚讲了 就是-B加 开根号 然后B平方减4A 再除以2A OK 那接下来的这种写法 特别注意 开根号我们前面讲过了 第一个的话 你一定要先input一个mass 然后用SQRT这个函数 就是求平方根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把刚刚的这个公式 我把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把刚刚的这个公式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要的这个结果的话 OK 各位可以看到 假设底下这个地方的-B 有没有 那我们先处理加的部分 那后面的话应该会有两个十根 两个 一个加一个 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那所以我们一个是nse 等于什么 -B 所以-B有没有 加我们先处理加的部分 加开根号 那开根号特别注意 你就可以用那个 我们之前讲过的 用mass.sqR QRT有没有 这个函数 等于是开根号 等于是这个地方就是开一个根号 然后在里面放什么 B平方 B平方-4ac 那B平方-4ac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 有没有事成相似 其实就D 有没有B平方-4ac 所以这个B平方-4ac 里面你干脆就带 怎么把D D这个值带到这边来就好了 OK D放在这里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等于是这个就用D来代替 D 然后除以什么呢 除以2a就可以了 除以2a 所以把2a带到后面去 这样就OK了 当然你如果想说在这边再做一次 B平方-4ac 其实也OK 如果觉得把这个地方放这个公式的话 太统长 刚才放个D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相对的程式比较简化 OK 然后再来的话 再处理什么 加的部分处理完了 再处理简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再增加一个变数叫ANS2 然后所以 其实你可以把上面的程式复制贴过来 把加改成简就可以了 OK 最后的话最后特别注意 输出的话 因为它的题目要求 题目要求我们怎么样 输出的结果 要做出来长这样子 我切到答案这个地方 如果有10根的话 它要先输出第一个10根 逗点 空一格 再输出第二个10根 而且要小数点的第一位 OK 小数点第一位 所以如果保险的话 小数点 他好像没有讲 我看这题目里面好像没有讲到 小数点第一位吧 如果没有讲到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不用处理 好像没有讲到 没有讲到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把它输出 输出的话 直接怎么样 用串接的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什么 用 xtrin 先把它转 转成 这个一个自串 所以 它的结果 也许是1.0吧 这个结果也是0.5 那当然这两个一定是有floor的 浮点的 那所以 假设你要把它输出的话 就是把外面再加一个 这个strim 然后转型之后 再串接 串接什么 串接一个够点 再加上一个空白 这空白可能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加 然后再加上0.5 那输出就OK了 当然如果你这个地方 假如你不用两个strim的转型的话 其实它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用format format怎么做 format的话其实也OK format的话你可以用s s等于什么 等于先给它格式 它格式的话一定是两个 先第一个 格式的话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是放1.0 豆点空白 第二个 所以其实你可以第一个变数 用大瓜糊代替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什么 豆点 加一个空白 再加一个大瓜糊 然后后面的话你又加一个什么 点format 然后刮糊 然后把什么呢 把ANS1放在format的第一个参数里面 然后豆点 再把ANS2放在第二个参数里面 这样的话它就帮你把它丢到前面去 输出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有点像我们之前讲过了 两个方法都可以 这个丢到这边来 这个丢到这边来 中间一定是豆点加一个空白 这样就OK了 至于哪一个 我是建议以后还是尽量用format 因为format真的还蛮重要的 就不用转型来转型去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format很重要 两个方法都可以 OK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最后执行 那你会发现得到结果应该就这个了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这个程式再弄一下 所以最后这个执行一下 如果有10根的话 那当然就是先输入2onenter 负3enter 1enter得到应该是1.0 豆点空白0.5 OK 那一样另外一个就不demo了 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其实刚刚的程式 这个地方记得可以搭配我们云端白板的第23页 这个b平方减4ac 但是还没结束 因为它这个题目最后是要做出什么 它要做出一个叫compute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呢 要把刚刚的这个程式再改成智力函数 OK 那要怎么样改智力函数 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大概就一两个步骤就完成了 所以我建议你 假如你程式还没写完之前 我建议你先专注在就是把程式写出来 之后再把它转换成智力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OK 所以关键的地方 就是要把b平方减4ac的结果 可能要把它记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以会产生一个d的值 第二个的话 它这个地方还有 负b加减这个b平方 这个开根号 b平方减4ac 再除以2a 这个可能也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它这个题目里面好像也没有提到 它没有提到到底 它意思是像把它背起来嘛 它以为每个人都还记得国中时候的数学 所以这一题如果考到的话 可能还是要记一下这些东西 另外如果当d等于0的话 可能它记一下负b除以2a 这个可能也要记起来 这个可能也要记起来 然后再来就没有10 没有10根就不用记 所以可能要记 这个1元24方程式 可能要记三个东西 这个b平方减4ac 那如果有10根的话 等于是大于0的话 两个10根就是负b加减开根号d 然后除以2a 另外的话就是负b除以2a 这个可能要额外记 我现在想说它之后 题目会不会 听到我上课 然后会做一点点调整吧 不然的话 应该理论方法 这个加一下吧 不然说真的 这个实在是有点 好像让人家感觉 考数学的感觉 OK 好 那待会的话 再把什么 把那个没有函数的写法 改成制定函数 那怎么改 其实非常简单 第二阶段而已 其实只要有两个步骤吧 就OK了 好 试一下 这一题难度等于是 我觉得又比前面的难度 大概暴增大概三倍到五倍了